近日 中国多地通报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样本 新冠病毒阳性事件 引发人们对进口食品安全性的讨论 11月27号 交通运书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建指出 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要做好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工作 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渠道传播 当天 交通运书部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渠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孙文建表示 交通运书部近日印发 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 指南强调要加强从业人员防护 进口冷链食品的运输企业严格做好港口作业人员 以及司机 装卸工 船员 银行员等冷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 孙文建指出 在冷链物流运输前后 要对使用过的运输工具及容器可能被污染的部位进行撤离消毒 比如 人手频繁接触的方向盘 车的门把手 移动设备等 最有可能被病毒污染的表面均要定期消毒 同时 要组织或委托有资质的消毒单位 对进口冷链食品的车辆传播等载运工具及装载过进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部进行彻底的消毒 孙文建表示 进口冷链食品运输企业还要严格执行信息登记制度 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方案 下一步 交通运输部将继续指导督促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和从业人员 全力做好冷链物流的防控工作 进一步的强化人物同房 坚决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渠道进行传播 孙文建说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当中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及人物同房 确实做好公路水运口岸的获开客观 对入境人员实行点对点一站式的接运 确实做好国际船员在我境内的港口换班 来华船员远端的核酸检测 确实做好进口冷链运输环节等方面的疫情防控的工作 孙文建提醒公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时务必配戴好口罩 接下来证明 来证明